哈哈哈哈 我是李曹 今天我想要提一句不一樣的就是 也是開放豬市計劃的那是委員會會議記錄的主要部 那跟剛剛那個貪汙判回書啊 其實就還蠻類似的 那就是我先前挖了幾個大小小砍去 把整個開放豬市計劃弄了五個階段 那我今天想要提的一個可能就是 在處於第一階段的一個開放委員會會議記錄 那到底什麼是委員會會議記錄 就是說一個獨立計劃的速度的發布 必須經過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兩級政府的 獨立計劃委員會的審議 那委員會就是一群所謂的專業學者 大學教授啊 退學老師啊 然後政府歡迎在那邊對一個計劃 發一大大展的例子 那通常這一段對話呢 就會透過這個所謂的委員會會議記錄 把它處理下來 那依法是必須公開的 那只是說非常的難查詢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把這個豬教 委員記錄拿出來看 我們就會看到說一個案子 它被審了哪些東西 那這個案子的真意點跟議題有哪些 那在這個審議的過程中 因為他們有權利退檢 所以申請者必須再重複的提出修正的計畫 那申請者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修正去回應委員會的意見 都是可以在這個會議記錄內被查詢出來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去看 內政部都市教委委會的網站 會看到這樣的一個列表就是說 欸我們開了第幾支會議 那會議記錄在這裡 打點一下下台 那就完全不知道說 這一支會議到底省了什麼案子 那甚至還有這種刮虎的 第十案上面確認 這個第十案是殺小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會議記錄全部都抓下來 然後做一個資料庫 那讓大家可以去搜索 去搜尋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欸什麼案子在哪一支會議 哪支會議被審過 那經過這樣子的搜尋 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案子是怎麼樣去做的進展 那過去的案子也可以不要挖出來看 那甚至可以知道說 每當次會議的審議的委員到底有誰 那是不是有一些勞主委發在裡面 那目前呢 我已經把剛看到那個列表 那一支部 就是教委委員會的 會記錄抓下來 總共有51次 然後放在GitHub上 不過呢 它有三種格式 一個是很古早的那種 那種 一些地圖草莓文件 那這個是需要CR的幫忙 那第二個就是 握人的檔案 那最後這是比較新進的 就是PDF檔案 那這個都是需要去做一些 資料格式轉換分組的動作 那學校人手 欸我在這裡 我現在是用R原來寫 因為我還是在新手村內學習 那學校人手 就放了OCR技術 然後等一下Mining 那不限程式原 那還有 Tax Mining 然後資料格勾分 就要P 對 開車的機會 好謝謝 好 都市集